法國當地時間17號 南部度假聖地聖托貝附近爆發了野火 火勢燃燒了3500多公頃 當地居民和正在當地度假的遊客 一共是大約有6000人被預防性疏散 當局動員了超過900位的消防員 還有11架直升機滅火 法國總統馬克宏也在隔天前往灌災 並表示火勢已經受到了穩定的控制 暗夜的天空被大火照得通紅 直升機在上方來回穿梭 數百名消防員正在法國 里維埃拉附近的森林中 與大火搏鬥 法國南部度假聖地 滲透被附近爆發野火 由於正值暑假忘記 不少遊客正在當地露營 火勢燃燒3500多公頃的森林及灌木叢 蔓延迅速 共約6000多人 從家中和十幾個露營地撤離 被安置在當地一處法航員工度假中心 超級震撕的速度 的速度超過五公里 當局動員了超過900位消防員 11架直升機滅火 由於天氣持續炎熱乾燥 每天氣溫幾乎都超過攝氏40度 為了安全起見 進入森林的通道遭到封鎖 部分要到也因此關閉 法國總統馬克宏也在隔天前往勘災 慰問消防員的辛勞 地中海地區驚嚇遭受野火侵襲的國家 包括希臘 土耳其 義大利 阿爾及利亞 西班牙 現在也延燒到法國 氣候科學家警告全球暖化的結果 極端天氣像是熱浪 乾旱 野火 洪水和颶風等現象 將會越來越頻繁 記者黃慈凱中建剛綜合報導 我待會再次一眉 我 Yay 真的要被盡快 Main